大家好,我是小喵 我們這一組要講COTOBA的開發 我這部影片會用CC BY的方式釋出 那同影片是由林思穎同學做的 那我們今天呢,先介紹COTOBA 它是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我們寫APP的時候通常其實會很麻煩 那COTOBA可以幫助我們達到一個跨平台的效果 因為它是透過網頁的部分 HTML、JavaScript跟CSS 那透過網頁設計的部分來達成就是跨平台的部分 那它為什麼可以跨平台呢? 因為COTOBA它自己做了一個 用JavaScript做一個介面給我們用 那它在後面去跟 就是像Android、iOS這些手機的平台做一個結合 也就是它用它原本寫好的code 跟JavaScript讓我們來直接操作它的一個 就是系統的API這樣子 OK,那首先我們要怎麼裝那個COTOBA這個部分呢? 我們要先到Node.js的網站下 準備我們的一個環境 那我們通常呢會直接選擇就是 看你電腦是32位元或64位元嘛 就是你會直接選安裝程式 那我們今天在電腦教室的話 因為考慮到說其實會有權限的問題 我們今天就下載這個ZIP檔 那回去可能大家是可以用MSI會比較方便 那我今天就是先下載64位元的ZIP檔 好,我們存檔 OK,那我們現在先把這個東西解壓縮 然後呢,因為就是看你的個人喜好去放 就是你想要存在哪裡 那我這邊的話就先放到桌面好了 好的,那這邊就是我們Node的一個程式 如果你是用MSI其實就裝好了 那現在因為我們是用ZIP檔下載 所以有一個環境變數需要設定 你看像我現在直接打開CMD 然後輸入Node 其實是找不到的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需要開電腦的右鍵內容 我們把它打開系統內容 接著呢,我們到進階系統設定這邊來 這邊有個環境變數 好的,那我們在環境變數的上面這邊是使用者的變數 因為我們一樣沒有下面這個系統的權限 那上面的話就是個人的使用者的權限 那我們現在要先新增 如果說這邊有一個變數叫做Path 如果說上面已經有了 那我們可以直接拿來編輯 是用分號隔開 你可以看到下面這邊是分號 那我們現在就是因為沒有 我們自己新增一個Path 那這邊大小寫其實是沒有關係的喔 好的,我們把這個路徑 就是剛剛下載下來的這個資料夾 就是解壓縮完的資料夾的路徑 複製,然後貼到這邊來 那如果有更多路徑就是用分號來隔開 好的,我們確定 來,第二個步驟就是裝Codoba 那我這邊呢,一樣就是照著那個步驟走 一樣打開那個命令提示支援 CMD打開,那我們輸入上方這個指令 npm install-g,然後空個Codoba 好,當我們按下Enter之後 它會開始安裝 這可能要稍微等久一點 那我們等安裝好之後再回來 好的,那我們現在安裝完Codoba了 OK,我們現在看到這是安裝完的畫面 這些是它總共裝的套件 我們馬上來試試看Codoba可不可以用 有,我們現在看到Codoba可以正式跑了 安裝的部分已經完成了 接著我們要開始建立Codoba專案 建立Codoba專案的方法呢 是先用CMD切換到你的工作目錄 然後輸入Codoba create 接上你的專案名稱 好,我們先開啟CMD 然後切換到你的工作目錄 例如說我現在要到桌面 好,那我們做Codoba create 然後專案名稱 例如說Hello World 然後我們按下Enter 這時候呢,Codoba就會幫你準備這個專案的資料夾 我們可以看到桌面 這邊就多了一個Hello World的資料夾 那你可以看到說這邊是Codoba的所有的東西 接著我們要新增Android平台到Codoba的專案裡面 我們需要輸入的指令是Codoba plan for add Android 如果你要新增其他平台呢 可以使用這個指令 然後把Android換成你要新增的平台 那我們輸入Codoba plan for add Android 那這樣做呢,它就會把Android平台建置完成 我們現在要編輯Codoba的程式 我們Codoba程式都會在這個專案的TripleW底下 至於呢,嗯 其實我們可以直接用瀏覽器開 例如說,我們試試看喔 我們先把專案資料夾打開 然後找到TripleW 那我們這邊就是 用瀏覽器開 它是長這個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說Connecting to Device 也就是說呢 它其實還沒有Codoba功能 這個網頁呢 會寫助你看說 如果這邊出現 就是DeviceReady之類的字樣 表示它是有Codoba功能 然後我們是準備好可以在這個平台上使用的 那因為我是直接開瀏覽器 所以當然沒有Codoba 我們要執行的部分 是用CodobaRun Codoba控格Run 然後控格平台的名稱 例如這邊是Android 以上是今天Codoba開發的教學 作業請用Codoba建立一個簡單的App 然後把執行的結果 截圖上傳到Moodle 謝謝各位同學的收看